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351章醒悟 别太把自己当成一回事了 否则的话谁也救不了他 周五这才醒悟过来 眼前的这个人是医生 不是普通的医生 他刚才的情况实在是太冲动了 他连忙低头道 对不起 我刚才有些冲动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觉怎么样 看着鼠爷痛得满头大汗 叶浩轩问道 很痛 但是很爽 鼠爷现在的情况 就属于痛病快乐的情况 他的双腿 已经太多年没有知觉了 而且 他的这种病十分的奇特 根本没有任何药物能治疗 所以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那种痛苦 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他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 看着自己的腿没有知觉 然后听不到声音 紧接着手臂也越来越难动 甚至到最后 他连势力都大不如以前了 他就这样一天天地陷入了绝望当中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医院跑了不知道多少趟了 去过最好的医院 也请过最好的专家 甚至出过国 但是没有人能对他的身体 说出个所以然来 那么 你现在试着移动一下双腿 看看有没有效果 叶浩轩取下了他腿上的精针道 真的 现在就有效果 鼠爷吃惊地问道 是 你试试吧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如果我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 我简直网称医圣了 我试试 鼠爷微微地点点头 他是这移动着自己的双腿 令他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双腿 居然有知觉了 而且还能收发自如 我 我的腿真的能动了 鼠爷欣喜若狂 他大叫道 真的 我的腿能动了 我真的能动了 初步阶段 没那么快就能好 而且你身上其他地方的病 也需要治疗 初步估计 三五天之内吧 不过要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的话 估计得一个多月 叶浩轩道 一个多月 能治好我的病 鼠爷猛了 他拱手道 多谢医圣了 以后 我这条命 就是医生的 话别说这么严重 我要你的命也没用 叶浩轩淡淡的一笑道 不过你以后也要注意这点 毕竟你的病伤了原根 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不要太拼 否则的话 对你没有好处 明白了没有 我明白 谢谢医生提醒 鼠爷道 我只是想明白 我的病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多方面 这可能是你家族血脉中的一个基因缺陷 如果没错的话 你祖上的人 大部分早要吧 叶浩轩道 对 我爷爷 还有我爸 都是四十多岁的时候没的 鼠爷点头道 那就是了 叶浩轩点点头道 是因为你家族传承的血脉里有缺陷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大 造血功能不足 会诱发各种问题的疾病 但你比他们好一点 可也比他们残忍一点 他们是突然猝死 你是一点点的看着自己的身体 一步步的瘫痪 最终走向了死亡 但好在你运气好 遇到了我 叶浩轩笑道 原来是这样 鼠爷叹了一口气道 这也是我这些年 为什么一直不敢和云哥在一起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 我会比他走得早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却比我先走了一步 鼠爷辅着手中的匕首 这匕首 是云哥留给他的遗物 现在寄托着他对他的思念 好了 明天我会过来 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 叶浩轩道 生死有命 所以 你也不要再多想 多想了也无意 那就谢谢医生了 鼠爷对这叶浩轩一拱手 好好养好身体 师父的遗愿 还需要你去完成 林玉玉看了鼠爷一眼 然后和叶浩轩一起走了出去 真不愧是医生 一出手就有效果 只是可惜 我师父没有早点遇到你 如果早点遇到你的话 或许他不会死那么早 林玉玉道 你师父叫云哥 叶浩轩问 是的 他叫云哥 林玉玉点点头道 你听说过他 不 我没有听说过 叶浩轩摇摇头道 鼠爷手里的那把匕首 是你师父的遗物 是的 我师父的遗物 当初他只托我带给一个男人 但是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直到遇到了鼠爷 我才知道 师父到死都念念不忘的那个男人 就是他 不容易啊 叶浩轩看着林玉玉道 凭着这把匕首 你都能找到你师父念念不忘的那个人 如果我真的太笨的话 我师父也不会对我这么好啊 林玉玉笑了笑道 讲讲你师父的故事吧 你师父和那个男人之间 有这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啊 叶浩轩笑道 我这个人比较八卦 所以 我想听听他们之间的事情 我对于他们的事 知道的并不多 我只知道 我师父一直带着 我在各国转悠 偶尔杰富济平 没事的时候 他喜欢看着这把匕首发呆 林玉玉道 这把匕首里面 其实是有名堂的 叶浩轩笑了笑道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知道 这把匕首据说是一块寒石 加上云铁制成的 可能对鼠爷的病 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知道的不多 我只知道 师父喜欢把它贴身放着 林玉玉道 你师父的死因 就和这把匕首有关 叶浩轩道 什么 我师父的死 和这把匕首有关 林玉玉吃了一惊道 叶浩轩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把匕首的云铁 来自于天外 对人体 有着致命的辐射性 你师父平时贴身 带着这把匕首 所以 他才会患上白血病 叶浩轩道 可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他不知道 这把匕首有问题吗 林玉玉有些痛心疾首地说 他当然知道 叶浩轩点点头道 但这是他刻意为之 为什么 林玉玉不解 我可以